大家好,我们是巴特里中学中二华文一班的第四组同学 我们的组缘有云飞扮演太子丹和蒙家 杨凯扮演秦王和秦武阳 恩赐扮演樊吴基 文静扮演荆轲和旁白 今天要为您呈现的广播剧是荆轲次秦王 欢迎大家指教 战国时期,秦王的军队横扫天下 并且将魔爪伸向了临近的燕国 打算出兵消灭魏国 因此,英国的太子丹非常担心国家的安危 这时,魏国的一名刺客名叫荆轲 主动提出协助太子丹杀掉秦王 荆轲为什么还不出现? 太子殿下 寡人希望荆轲能够斥杀秦王 以此来保住我们的国土 太子殿下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臣对太子是赤胆忠心的 但需要一名同样赤胆忠心的人和臣一起去秦国协助我 这件事好办 我们燕国有一名勇士 叫做青五阳事部二人选 可…可是臣还需要樊将军的头颅 什么?樊将军的头? 不行,樊将军在这时来投靠我 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做出这种过分的事情 你还是另想办法吧 这时樊将军樊无稽走了上来 将军,你怎么会出现? 我因为自己的父母兄弟都被秦王害死 所以十分想报仇 痛苦地睡不着 那么将军要怎么办呢? 我每次都很苦恼 却又想不出好办法 在下倒是有个方法可以替将军报仇 我将您的头颅拿给秦王 秦王一定会见我 我就可以借此机会杀了秦王 将军的仇也可以报 英国的耻辱也可以写 不知道将军愿不愿意 哈哈哈哈 我活到现在全靠太子 无今又可以报恩 又可以报仇 为什么不能? 投拿去吧 说完这句话 樊无稽便自吻了 樊将军,对不起 是我让您牺牲了 请殿下节哀顺便吧 太子丹一行人在河边替荆轲送行 荆轲,这次凶多吉小,你千万要保重 谢殿下的关心 谢殿下的关心我会小心的 是否一定会成功的 风消息,溢水寒 壮士仪去西,不辅还 前阳宫内秦王坐在宝座上 蒙家站在旁边 众大臣在下面站立着 荆轲和秦五阳被士兵带了上来 大王 燕王一定是害怕大王 不管用军队和大王正面攻击 直接让使者把樊无稽的头送给大王 我国为真释放,来穿淹死者 荆轲捧着樊无稽的头颅匣子和秦五阳来到了秦王面前 快把头给正看 荆轲将头颅匣子在秦王面前打开 秦王紧盯着头颅 一把刀突然出现 秦王吓了一跳 荆轲左手抓住秦王的袖子 右手拿起柄手刺向秦王 秦王针脱着 连袖子都撕裂了 秦王绕着柱子跑 荆轲就跟着追 秦王多次想拔剑 无奈剑太长 一时拔不出 大王 快将剑推到背上 秦王顿时明白了过来 立马将剑推至背上 抽了出来 一刀砍断了荆轲的双腿 哈哈哈哈 你这个暴君 就算这次刺杀没有成功 以后也会有无数的勇士 出来伸张正义的 随即秦王一刀将荆轲砍死 荆轲含笑而亡 这则历史故事赞颂了 荆轲凡无激增勇士 在面对恶势力的时候 勇敢无畏 坚持正义的决心 告诉了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坚持不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